为了杜绝浪费 美国纽约有间知名餐厅很酷发起了活动 用一般人不爱的丑丑的食材化成高级料理 另外号称全美最大的农场到餐桌的餐厅 就怕买到黑心货 干脆就成食材通通自己种 在科罗拉多州的农民市集 忙碌的招呼客人 手里卖的是亲自种植的蔬菜 我开始了一个小小的树 我爱了树 所以我把树更大 在早上我在树 我在车里运营 我把所有的蔬菜拿走 占地一百三十一亩大的农场 除了有两百五十种蔬果 还养了牛 羊 猪 鸡 共四百只 Eric是农场主人 也是厨师 他還有個身分 是餐廳老闆 坐落於伯德市中心的黑貓餐廳 號稱是全美最大的 Farm to Table餐廳 自己摘植超過九成的食材 從農場採收到桌上菜肴 全面透明化 舍弃重口味 餐廳凸顯新鮮食材的原汁原味 Eric還出書 分享兼任主廚和農夫的心路歷程 同樣是Farm to Table餐廳 坐落於紐約市中心的Blue Hill 掀起了更進階的革命 擺盤精緻的料理 全部都是被餐廳淘汰的食材 餐廳暫時改名叫Waste It 19天 自賣廚餘料理 要顛覆顧客對於聖食的想像 剩菜和賣相不佳的醜瓜 咬身一變成了創意料理 每道菜要價15美金 根據統計 美國人每年丟棄的食物超過3500萬噸 有40%的食物被扔進垃圾桶裡 活動喚起人們關注浪費食物的問題 就連名模吉塞爾也共襄盛舉 在社群網站上打卡 說這是最棒的一餐 無法想像是用剩食做成 還誇讚身兼主廚的老闆 Dan Barber 是天才 但Dan Barber並非單打獨鬥 每晚都邀請其他名廚到餐廳料理 展現煥腐朽維生棋的力量 這是Chef Dan Barber的第二次贏 為出席的餐廳 Luhio餐廳今年更第二次 獲得全美最佳餐廳的殊榮 老闆Dan Barber也曾被時代雜誌 評為百大影響人物 從美西到美東 農場到餐桌餐廳成為趨勢 對這些廚師來說 為了喝牛奶而養一頭牛 不是笑話 而是恭維樂 廚師界也有專屬的榮耀 號稱餐飲界奧斯卡的 詹姆斯碧兒的獎 每年會選出卓越成就的廚師 還有最佳餐廳 這個獎可以看出 美國當代的飲食趨勢 而這次位於紐約的基金會總部 透過UdinTV 是首度在華文媒體曝光了 有餐飲界奧斯卡之稱的詹姆斯碧兒得獎 今年首度從紐約遺失到芝加哥 表演節目和食物息息相關 這個年度盛會標誌了美國當代的飲食趨勢 要改善我們的食物系統 所以大家會有充滿 健康 健康 新鮮的食物 這個美麗的荷西安德烈 什麼榮獲得獎 得獎者都視為殊榮 因為獎項的緣起是要紀念已故的美國一代名廚 比爾德 紐約曼哈頓這棟咖啡色建築 就是比爾德的故居 也是基金會總部 過去近三十年 已經發放了美金五百六十萬的獎學金 培育一千七百五十名餐飲人才 這幾年還發起了 影響力計畫 舉辦演講 會議 磨動 為餐飲界的未來找出路 這個月的題目是食物 如何科學和技術 能夠作出更健康的菜 所以我們會在看那個 趕快的題目 的科學和技術 如何科學和技術 進入美國的食物 農業的未來 農業的未來 還有健康的未來 還有健康的未來 基金會裡還有一間餐廳 貼滿了比爾德的照片跟畫像 每年來自各地的名廚 都會來這下廚 並交受廚藝 特別的是 今年基金會還把餐廳 搬到了意大利米蘭 世界博覽會 詹姆斯比爾德基金會 提供獎學金培育餐飲人才 藉由高級餐廳 跟隆重的頒獎典禮 賦予廚師光環 背後是更龐大的社會責任 在美國 廚師細分成十四個級別 像西餐 從烹飪師到最高級的大師主廚 共五個級別 另外像是糕點烹飪師 私人烹飪師到烹調教師 都能再分級 而他們的共通點 是得掌握足夠的食安知識 如果要職業 還得擁有政府核發的食安衛生執照 如果要職業 還得擁有政府核發的食安衛生執照 應該要有同樣的証明 為確實客人知道他們會吃得安全 煮的食安衛生執照 烹飪或廚師是很個人的關係 你會給他們一些東西 放在他們身體裡 這比醫師更近 或是更加重要的 從高規格的頒獎典禮 到健全的認證制度 美國廚師不再只是待在 不見天日的廚房當個藍領階級 該如何發揮頂著明星光環後的影響力 成為現代民俗的新課題 要打印這場飲食革命 不只是民俗的新課題 也不能只靠政府揪出無良的黑心商人 你我腦海中有沒有正確的飲食知識 還有別光是知道了更得身體力行 我是佩玲 祝大家都能吃得開心 吃得健康 跟整潔的狀況 我會幫助你 我請問最後一期 這位是新的角色 你可以選擇 等待走天狀況 滿足的費用 好爽 跟這個糖 是否民眾的爆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